连续出轨七次的她 是真的不想离婚 所以她告知了妻子真相 自己是个仿生人 在出场的时候 就被写入了好色的程序 只要看到漂亮女性 基本就会失去自控力 而妻子虽然伤心 但仍旧爱着男孩 于是带她去了医院 医生本想劝两人离婚 谁知男孩的一番深情表白 直接让妻子再次沦陷 而女孩也表示 只要男孩不再出轨 自己仍愿意与其在一起 医生只好继续治疗 给男孩写入了新的程序 可以抑制好色的冲动 并在耳朵后面留了个开关 只要在美色清洗的时候 果断按下开关 就能立马终止激素分泌 提前进入闲者时间 就这样 男孩逐渐掌控了自己的欲望 即使面对美女同事的主动示好 她也能通过开关 瞬间跳过发情阶段 主打的就一个坐怀不乱 同时面对美女下一场的邀请 她也会及时地抽身而出 主动回归了家庭 可妻子却有些不对劲 明明自己已经做到了最好 但她始终郁郁寡欢 甚至想和她亲热一下 也总是遭到拒绝 这让男孩有些不知所措 而更令她吃惊的是 妻子竟然出轨了 男孩瞬间觉得天旋地转 自己没有犯错 但妻子还是狠心地离开了 直至办完了离婚手续 男孩才逐渐明白过来 也许女孩从来都不爱自己 只是当初的不断出轨 激发了她的嫉妒心罢了